反而感觉用那个VBA反而相对的变简单一些些了 反而用函数会变得比较困难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结果类似像这样 可能就是说我需要的是 这边总共有三个班级 那我就在这个班级里面做一个下拉清单 这个下拉清单怎么做出来 我想各位应该有在前面一个阶段有做过来 就是大概这个下拉清单的做法 基本上是从资料里面的资料验证 资料验证里面的话呢 我们如果是总共固定了三个班级 那你就是来源就是一班逗点 二班逗点三班 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本来是任意词把它改为清单 那它就会变成一个下拉清单 让你用挑选的 OK 特别重要这个地方就是清单 所以以后的话如果将来呢 你需要一个清单的话 那你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做 那这个是固定的 不过这个有个缺点的 如果将来还来个四班的话 那你这个就不合用了 所以如果说将来你的来源呢 你要在一个比较活的可能又要用别的方式了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有个清单 那我们的需求是这样的 我们需要是把这件事情做出来 什么事呢 当它变动的时候 比如说它点击一班的时候呢 但我不要出现别班 我只要出现一班的就好了 OK 那以往如果你要这样做的话 恐怕你如果不知道说有一些比较好用的方法 你可能又涂法链刚来做了 OK好一班点击下去 你会发现一班的全部都帮你把它捞过来 一班的 有没有 这个是一班的 OK 然后往下找 都是一班的没问题 所以它会帮你自动帮你找一班过来 那二班的话呢 当然你上下 点击二班 二班就帮你捞过来了 如果是二班的话 那就捞二班的 不过这好像少了一个 应该要把旧的资料清掉才对 二班的 二班的部分的话呢 要把二班的 把它捞过来 那三班的话呢 就把三班的东西捞过来 以此可以推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做法 那怎么做会是最简单的 其实在那个 那个Excel里面函数的话 我发现 Excel函数 这个可能要做的事情非常多 如果你要把这件事情做完的话 至少要用index 要用small 要用if 要用roll 要用column 最后还会有一些错误 所以可能怎么样 还要把这些 剪下来 最后的话呢 还要再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那个 逻辑判断 判断什么 判断说如果有错误的话 所以这边的话呢 还要用一个ifl 然后把它丢进去 如果有错误的话 就空置串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帮我显示出来 最后类似像这样 然后 不过这个难度 好像会偏难 而且最后记得 你最后做完的话 还要control shift加enter 一定要是正列的 如果你不是正列的话 它只有第一个会出现 后面都不会出现 所以这个难度 我想 好像也不会输给那个 那个VBA 来的简单 你会发现它几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最后加一个正列 这个难度破表了 OK 所以我们按照 简单的方法来做好了 这个可能摆在后面 如果说你要完成 这件事情的话 我想 比较简单的方法 尤其你可以想一个 简单的动作 其实在 资料里面有个筛选 筛选当你点击它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边是不是会有一个让你选的 那你把全选打勾取消 如果你要一般的话 你可以把一般点击开 一般就出现了 对 那你可以怎么样 假如说你可以把这边的范围复制 贴到哪里 贴到这个地方来 那是不是 是不是就是可以 产生一个你要的一个 把筛选的结果 把它放在你指定的位置 也许就是这个位置 假设我今天是从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把它贴上 那它就会怎么样 帮我把我要的东西 把它放到你指定的位置 那这个部分呢 当然你还可以 把它录制下来 也许你可以配合什么 开发人员里面一个录制聚集 可以把它再录下来 然后呢 让它可以有个连贯性 然后最后把它摆在这边 这个我想方法可能会稍微简单 不过好像也简单不到哪里了 还有第三种方法 就是直接写VBA程式 那这个请各位 再想一下 就是说这个地方呢 下拉清单部分 跟那个有关筛选的部分 先了解一下 那待会的话 也许我们想想看 有没有比较更简单的方法 可以把这件事情完成 也许可能先从那个聚集 跟VBA这个部分先开始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接下来看一下 VBA的做法 我讲一下 其实这个我们先来看VBA 那其实我们要的结果 就是类似点击它 它会自动帮我去 自动怎么样 带出这边的班级数 并且帮我call到这边来 大概应该逻辑很简单 不过这种需求 在一般工作上 会很容易出现 我们需要的东西 因为如果说 你要去找一个资料 然后又要花一点 太麻烦了 你有没有什么方法 快速的可以给我一个清单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总表 就是分表 OK 那做法上面的话 第一个 我们当然先看VBA好了 因为VBA我觉得 反而比较简单一些些 那里面的话呢 大概我的逻辑 分成几个阶段 那前面有讲过 像开发人员里面 Visual Basic 然后你要怎么做呢 首先 第一个 OK 在那个 我们的 档案里面 记得要先插入一个模组 因为模组里面 才能够去写一个程序 这个程序的话呢 我在这边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名称的话呢 叫做班级好了 也许这个名称我叫班级 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 那我要做哪 做什么事情 因为刚刚 你们会发现 我刚刚下落的时候 漏写这一行 删除旧的资料 所以会发现 奇怪二班只有两笔 可是看起来怎么这么多 因为我忘了删了 所以在 切换的时候之前 先把旧资料删掉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说在实行的时候 先把旧资料删掉 那比如说像这个范围里面的资料 我已经知道它是从这个 G5 OK 然后到J12 这个范围 范围嘛 那要把它清除的话 那很简单 就写一个range G5 到J12 OK 后面的话 加上删除 删除就是delete的键 如果你选取它 按delete 那这个动作呢 其实在range的这个方法里面 叫做clear contents 其实这个也不用背 以后的话就是range 打完之后 你就点下去 它基本上都会出现 你就打个C 然后往下选CL 往下选 这边就有clear contents 这个用到机会还蛮大的 范围的 范围的清楚 OK 它就帮我把这个范围清掉了 再来的话 我要做什么呢 这个地方 我把它射个中段好了 OK 然后把它执行 比如说我这边一般的东西 那我就在这边清除F8 清掉了 那再来的话呢 我就接下来做什么动作 我的思考逻辑是这样子 就是说呢 我会先给一个K的变数 这个K目前里面是没有东西 那这个K是什么呢 就是将来你要输出 到哪一列 要先告诉他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预设K等于5 为什么K等于5 因为我将来要输出的是在 这一列的哪一栏 我先不要告诉他 那也许是G栏到G栏 那我要先知道将来输出的就是这一栏 那当然你输出一个之后 你要往下的话 必须再加1 K加1就是5加1 丢回去 那就是6 第六列 意思类推嘛 反正找到之后就丢丢丢的意思 所以这边的话会多一个K加 K等于5 是预设的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要怎么知道说哪些资料 我要丢 哪些资料 我不要丢 所以呢 我的思考 我就讲 我从第二列 一直跑到第十二列 这个范围是我要去查的 那查什么呢 查这个范围里面的A栏 是不是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 等于H2的这个储存格 所以特别注意 我刚刚的叙述 就可以把它撰写成VBA程式嘛 For I等于2到12 这个有没有 这边有13 这不改一下 其实多一个 多一列 OK 这边把它改一下 改成12好了 OK 好 也就第二列到第十二列 这个回旋放应该没问题 前面讲很多NAS 一个For 一个NAS 对 再来的话呢 判断 If什么呢 如果它里面的A栏 等于H2的这个里面的资料的话 如果这个条件 OK 这个特别注意 这个也是逻辑判断 我们前面用的非常多 如果这个条件 相等的话 ZEN才去做什么 底下的动作 那我刚刚讲过了 K这一列我知道了 后面呢 要输出G到J 所以特别注意 所以特别注意要输出的写在前面 Sales K列 的G到J 分别要写什么呢 写的就是B到E栏的东西 那是哪一列呢 它的I列 特别注意后面是 后面的是你找到的东西 前面是你要丢过去的 所以特别注意后面的东西是总表里面的东西 要丢到哪里呢 丢到你的分表这边 有没有 一个 一个 一个的丢过来 所以 这一个地方 这四行 主要就是做这个动作 等于你把资料 丢到你的这个储存格 那因为这一列已经填过了 对不对 所以势必怎么样 请你往下一列 如果你K一直等于5的话 它每一次一直盖一直盖嘛 所以下面这边不就多一个K 等于K加1 再丢到前面去 OK 特别注意后 这个叙述都固定的 好像前面应该做蛮多的 类似的这种 范例里面都有嘛 不外乌就回圈 不外乌就逻辑判断 那不外乌就是说 你要输出的位置在哪里 OK 那做完之后的话呢 它就会往下跑 那下一个是不是一般 又是一般了 所以再帮我丢过来 那K再把它加1 那这个是不是不是 不是的话 它就跳过去了 它就不输出 然后呢 再换下一个换下一个 所以你会发现 我把它找到 这个是 所以它扣过来 扣过来 然后再扣 一直扣 这个因为 这个等一下再讲 这个会触发一个事件 然后它就怎么样 它就会帮我一直call 直到什么 直到没有为止 所以一直往下call 往下往下往下 有没有 第二个是 那第三个不是就跳过 对不对 再往下 一直那一推 所以你会发现 一个一个有没有 一个一个通通 那全部执行好了 因为这个应该底下都一样 全部跑完 就OK了 那也就是说我今天呢 如果说我把它执行完之后 当然这个地方呢 只要下拉 不过特别注意 你这个时候按二班的时候呢 放开 你会发现它不会执行 你必须还要再怎么样 再按一下执行这个方法 它才会弄一下 你会发现 这个三班 它还是不会动 你必须把它执行一下 它才会动 所以这个地方还差一个步骤 什么步骤呢 当什么状况去触发它 当然你以前是 以前的做法可能这样 就是说 可能以前是必须要加一个按钮吧 这个按钮是当我选了之后 选了什么 选了旁边这个 这个班级之后 比如说选了一班 必须再按一个班级 选了二班 再按一个班级 不过干脆把这个移近一点好了 一般的设计好像有一些是这样设计 OK 类似这样 选了之后 对不对 然后再按一个班级 选了之后按个班级 这样就OK了 可是 就刚好就有同学会问说 老师那一般的习惯这样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 我干脆选了之后呢 我可不可以不要按这个按钮 它就会自动帮我执行 不然感觉好像有多一个步骤 选了按个按钮 好像是不是有点麻烦 那当然如果说你不嫌麻烦 这样应该也可以啦 只是多按个按钮 没什么差异 只是说呢 这个触发的时间 如果假如你要变成说 你不按按钮 而可以直接去run它 那这里的话 变成说以往 这个就事件触发 以往的话就是按一下按钮 才会触发刚刚那个程序 有没有按一下按钮 click嘛 对吧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不要按按钮 能够触发的话 那变成稍微复杂一点 我要先知道说 我的储存格 哪一个储存格呢 H2这个储存格的资料里面 如果有变更的话 那我就去触发刚刚那个程序 如果里面没有变更 那就不去做这件事情 其他的工作表 其他储存格有变更 也不触发了 所以这个等一下再来看好了 请各位先稍微了解一下 有关那个刚刚写的这个VBA部分 我也把那个最后的完成画面 放在这边 我会参考一下 程式码在这里 刚刚改了一个 应该是12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簭 停 明白 试簭